中国四大名秀有苏秀、岳秀、香秀、蜀秀 苏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作为中国的四大名秀之首 属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批项目 他以青雅为主 而且以体材广泛 风景、花卉、人物、还有静物 苏秀的种类也很多 有盘金秀、贫秀、乱真秀、人物肖像秀 还有双面秀 他都属于苏秀 我对这里面的这几种非常喜欢的 就是乱真秀和贫秀结合起来 秀作品 画了和苏秀结合 创新了一种人物肖像秀和风景秀 用这个乱真秀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我也对这个乱真秀情有独钟 在这个人物肖像秀我也不断地长行学习 得到老师的指导 我来澳洲之前就听我的朋友和艺术界的一些老师 讲过中天寺 他们的作品也在中天寺展出过 受到了西方人和华人的喜爱 得到了很大的反响 那我来到澳洲呢 首先想到我的作品能在中天寺展出 也是我的荣幸 希望我的秀品能得到西方人和华人的喜爱 给他们一个精神和艺术上的享受 我最喜欢的这幅作品就是这一幅 它叫贵妃醉酒 那也可以叫花旦 它的那个创作灵感呢 也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京剧 是个国粹 然后我把它和刺绣和苏绣的艺术结合起来 创作了这幅作品 我这幅作品呢 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绣制 它其中的颜色多达三百多种 用的针法呢 也是平绣和乱真绣结合 去绣的这幅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